風長宇宙的夜晚 民眾等紅綠燈 忽然刮起一陣強風大雨 原規颱風持續影響台灣 台東這路口燈後 被風吹到不斷搖晃 路過騎士有些左右搖擺 實在危險 風這麼大 不少路數也被吹倒 遠景忙著指揮交通 擺上三角針 他們圍起的這棵大榕樹 11號傍晚5點多 抵不住台東刮起了 九級強陣風 被吹倒 橫躺在池上香的 慶福路和新生路口 當時還有輛轎車通過 大樹壓垮車頂 嚇壞大家 也造成駕駛頭部受傷 豪家在送一後沒大愛 遠規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 就在11號晚間10點到12號 清晨6點前 向台23線往花蓮方向 就從11號晚間8點開始 實施預警性風路 鏡頭轉到台北市區 一度刮起八級強陣風 山區更超過10級 不少民眾收假 不怕一出車站一手提醒了 一手撐傘 就怕傘被吹到開花 有搭台鐵東不幹線上來的民眾說 列車途中幾度因為風雨零停 在車上等還是說在車站等 在車上等 你累很久嗎 30分鐘 他有風波嗎 有 他怎麼說 他就說風雨關係 現在來到台北的感覺 風好大 雨好強 我剛來的路上就風雨很... 就雨很大 風是蠻大的 但台北有覺得風更大嗎 還是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耶 就多了一點雨這樣 收假了 本來有沒有期待一點 會不會有颱風假 沒有 早就都不報希望了 早點認知 很久沒有放颱風假 風雨預估看北部放假機率實在低 但華林縣國慶連假變四天 縣府宣布12號停班課 反倒是台東正常上班上課 多數民眾禮拜二一早出門上班上學 可能得冒著風雨 行進山路要更注意 TVBS新聞 劉錦元 田家慶 陽青木林日 三隻小組 綜合報導